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书时光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上班第一天 直属领导就对我敌意满满 不是语言暴力 就是让我加班 还对我灌职场鸡汤 我这是为了锻炼你 所以才给你这么多机会 他还联合其他同事孤立我 更过分的是 还抢我的企划案占为己有 说这是你的企划案 谁信? 我没跟他言语 直接在大领导面前 亮出了企划案的相关证据和身份 大领导立马笑脸相迎 苏总 您这个企划案做得真棒 我是一个活了一千多年的老怪物 但 我一直都停留在二十方华的模样 从唐朝到现在 我见证了诸多王朝的兴盛和覆灭 目睹了许许多多生离死别 我也遇到了不少青年才俊 却不敢谈情说爱 因为爱情是死亡的终点 我叫苏冷 现在的身份是一个包租婆 每天的工作就是 醒来后去收铺子的房租 为了让自己每天都有事情做 我故意把爱是收租的日期分成了三十天 而且只接受当面转账或者现金 然后再当天花完 我厌倦了这种挥金如土 枯燥无聊的生活 我想去上班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打工人 任何面试都难不倒我 很快就入职成功 上班的第一天就遇到了一个神经病 我的领导莫名地对我敌意满满 她眼神冰冷 表情严肃 苏冷 我提醒你一下 我们可是大公司 对员工着装有要求的 我低头看了下自己的打扮 我的着装有什么问题吗? 朱丽燕眼神不屑之色明显 一身地摊货、太土 影响我们公司形象 拉低了我们档次 什么? 我活这么久 第一次见到有人说我穿衣档次低的 往前数几百年 就是上千年 不论是王孙贵族 还是帝王将相 就没有一个人说我穿衣土 档次低的 相反 我每次的穿衣打扮 总是能引领当时的审美和潮流 我微笑着回她 可能是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层次的人吧 见到的世面不同 朱丽燕认同地点了点头 你知道就好 接着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我们公司内明令禁止办公室内练情 你自己要记牢 她敲了敲门 带我走进了总经理的办公室 看向高玉达的眼神马上就不一样了 面带桃花一般 声音也是娇滴滴的 高总 我已经把苏冷带过来入职了 您看还有什么其他需要交代的吗 高玉达 正是我的面试官 她抬起头 对她表示了一下感谢 然后对我说 苏冷 我可是把你盼来了 我从来没遇到过水平如此高的新人 小猪 苏冷就先放你组 这可是一位宝贝啊 你多带带她 朱丽燕满脸笑容地答应了 请高总放心 我一定会带好新同事的 可带她走出办公室后 脸上立刻患上了冰冷的表情 苏 这里是你的办公位 一会儿我给你发一些我们行业的资料 你自己看 不懂地问下别人 我很忙 尽量不要打扰我 资料我简单地翻了一下 还是老一套 有一些还是我早些年制定的规则 我一边装作一个新人学习 一般观察形形色色的同事 譬如说很忙的朱丽燕 此刻正在手机上刷着去 我旁边正在梳妆打扮的女同事 林子叶也只来了一个月 但周围的同事对她都比较恭敬 甚至是讨好 真是太有意思了 这不比枯燥的收房租有趣多了 晚上八点后 同事们陆陆续续走了 我也收拾东西 准备下班 朱丽燕突然叫住了我 这里有一个项目比较紧急 你来处理下 说完 她挽住了林子叶的胳膊 子叶 我们一会儿去吃日料吧 林子叶也拎起了小LV包 点了点头 我皱了下眉头 组长 我今天刚来 你就给我这么紧急的项目 就不怕出问题 她义正言辞 我这是给你锻炼的机会 要好好懂得珍惜 她话虽然这样说 但如果真出了问题 朱丽燕绝对会第一时间 把我推出来祭天 这么明显的给自己下套 我这么想大冤种吗 那你这也太重视我了吧 朱丽燕有些不耐烦 让你处理你就处理 哪来的这么多话 我指了指工作日志 工作日志上写了 这个是林子叶的工作项目啊 朱丽燕好心地为她解释 子叶才刚来不到一个月 她什么都不懂 你让她怎么做 你这么说同事笨 不太好吧 朱丽燕急了 我什么时候说她笨来着 你刚才不是说 林子叶来公司一个月了 什么也不懂 并把她的工作 交给刚到公司一天的我 这不是明着说她笨吗 我看到林子叶的脸色 明显不太好看 看向朱丽燕的眼神 也有些怒火 朱丽燕赶紧解释 子叶 你别听她胡说 我怎么可能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的话 我就先下班了 说完我就向外走去 朱丽燕脸色铁青 指着我说着狠话 苏冷 你如果现在敢踏出公司大门 以后我就不会让你好过 我头也没回 走出了公司 四日 我在公司出名了 同事们都在传 一个新来的土妞 上班第一天气哭了领导 气跑了公司 某领导亲戚林大小节 很多同事都找着各种理由 过来围观 他们看见我的第一句惊叹 往往是 这还叫土妞 这她们是仙女 好吗 原本还等着看笑话的朱丽燕 脸上顿时露出失望和难看的神色 朱丽燕又开始给我夹活了 我指了指旁边的林子叶 她正在刷剧 组长 你这么对她放任不管 是彻底失望了吗 林子叶看向我 又看向朱丽燕 苏冷 你不要什么事情都跟我比 我们真的没什么可比性的 朱丽燕看向林子叶 声音带着谄媚 子叶的亲戚在公司担任重要职位 而且她本身就是一个白富美 她来上班跟我们不一样 是来体验生活的 而你是来生活的 我看向林子叶又指了指电脑 你以为我爱跟你比啊 是组长又把你的事情交给了我 她这是纯心拿我刷你 你看不出来 林子叶看了眼我电脑 若有所思 朱丽燕马上开始解释 子叶 你别听新来的瞎说 我就是怕你太累了 所以找人帮你分担 我在旁边为她补刀 她明知道 我不是一个软柿子 甚至还是一个刺头 找我帮你分担的目的 就是闹得满人皆知 你林子叶是一个笨蛋 朱丽燕更急了 子叶她昨天这么嚣张 我这是在为你出气 我继续补刀 对 昨天她比我更难看 现在正好利用你 好好治我 成功了 可以一石二鸟 你和我都被公司领导厌恶 失败了 你也被人看笑话 反正她也没什么损失 林子叶缓缓点了点头 看向朱丽燕 质问 朱丽燕 你不是故意来整我的 朱丽燕都快哭了 子叶 我对天 对灯发誓 如果我是故意整你的 就让我出门横祸 我微微弹了下手指 一颗瓜子人 被我弹到白痴灯管上 她 灯管应声熄灭 朱丽燕和林子叶 两人的脸都黑了 我快乐地补刀 祖长 你这个誓言 灯都听不下去了 林子叶看看她 又看看熄灭的灯管 转身走了出去 朱丽燕都顾不上找我查了 急忙跟着跑了出去 不知道朱丽燕使用了什么手段 付出了多大代价 下午的时候 两人又和好如初了 朱丽燕没再找我麻烦 对我一切不管不问 我也不是职场菜鸟 上班也不是为了体验人渣 我也正好乐得自在 朱丽燕两人在工位上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突然说起了梦幻海小区 这个小区最大的特色 就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人工湖 湖里的水都是引自城市里最大的江水 然后又通过地下管道流回江里 整个人工湖的水都是天然的活水 湖中有大小不一的人工岛 岛上有不同的建筑和特色 岛上的房子就不用说了 就连小区里其他位置的每一栋楼 每一个房子都有一个很大的落地窗 只要主人站在房间里 就能看到这个人工湖 至于小区的其他设施 也是应有尽有 而且用最好最安全的材料 这个小区的设计者是我 投资方也是我旗下的一个公司 梦幻海还只是一个概念图纸的时候 投资商和市民就红了眼 恨不得第一时间把钱打到我公司账上 生怕晚一秒钟就没机会了 但我拒绝了预售房机制 采用成品房发布 梦幻海小区 经过整整四年的开发时间 小区才建设完毕 质检部门通过验收后便开始销售 第一批销售的是湖边的房子 均价10万每平方米 户型从60平方米到260平方米都有 结果一天不到 三栋楼 180套房子就售庆 梦幻海小区齐开得胜 后面我就交给公司去打理销售 所以听到他们两人在谈论梦幻海 我不免注意了一下 朱丽燕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我看网上po的图 梦幻海小区的环境是真的美 楼房不但外观古朴大气 楼内的装修更是可以说是国内一流 小区的配套设施 用的都是国际最顶尖的材料 还有模糊的博主仔细地给算了下 这个小区的各种造价算起来 单平米的成本可能都过了10万 大家都说 不知道这个开发商的目的是干嘛 完全不是为了赚钱 现在真是买到就是赚到 梦幻海现在的房价都涨到12万了 而且还只是湖边的房子 房价还在持续增长 朱丽燕用憧憬向往的语气说 什么时候能进梦幻海散散步 我也满意了 紫叶 你家里有木有在梦幻海买房呀 林紫叶摇了摇头 我家没有买到 这个小区的售卖有一些硬性规定 我家好像没有达标 不过 我爸的一个朋友在那边刚买了一套 回头我问下他可不可以带着我们过去看看 朱丽燕兴奋地连连点头 马屁如潮 紫叶 你真的是太好了 果然富人的朋友也都是富人 真羡慕你 你出生的起点就是我奋斗的终点啊 没有了 我家也就是有个几千万而已 天哪 我家里要是几千万 我可不会来上班 真是比我优秀的人 还比我努力 林紫叶被他一夸 也有一些洋洋得意 从包里拿出一个小黑瓶 组长 这个我正好多买了一个 送你好了 朱丽燕开心地收下 嘴里却说 哎呀 不用不用 我家里也有呢 我忍不住地插了一句话 组长 我觉得你的意见很好 孟幻海应该开辟一个可以让市民参观的区域 他们两人这才发现了我 朱丽燕赶紧把小黑瓶握紧 讥讽地问 现在知道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就想巴结我了 林紫叶也配合的 给出了一个高傲的表情 苏冷 你要是向我道歉 我会考虑带你去孟幻海见见世面 我有些不理解他们两个的脑回路 从哪里看出来 我想巴结林紫叶了 再说了 我需要去孟幻海见世面 我懒得搭理他们 转过头继续工作 朱丽燕就在旁边煽风点火 紫叶 这次你看到了 是苏冷故意找我们查 她这就是典型的仇富 见不得有钱人 尤其是像你这么有钱又好看的 林紫叶明显吃这套 冰冷的语气从我身后传来 苏冷 你一个刚来的新员工 就敢这么得罪我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我冷冷地回了一句 有病 林紫叶牙齿咬得咯咯响 我斜眼望去 朱丽燕的眼睛闪过一丝喜悦 朱丽燕和林紫叶 这两个都不让我好过的小人凑到一起 天天算计着如何让我不好过 我想了下 以他们两人的手段 无非就是先继续说我土、穷、漏 接着让族里的人孤立我 果不其然 第二天 林紫叶穿着一身香奈儿 踩着恨天高 哒哒哒地走到我面前 她伸长了脖子 仿佛一只骄傲的孔雀 朱丽燕瞄懂 瞬间入戏 哎呀 紫叶 您今天这打扮真有气质 看上去就跟公主一般 这一身香奈儿 估计得不少钱吧 不得不说 香奈儿极致简约的设计 让一项浓妆艳抹的林紫叶 比平时好看了一点 尤其 这一身香奈儿套装 更是引起了不少同事的目光 哇 紫叶 你这一身衣服得多少钱呀 我刚才查了下 一身得两三万呢 真是有钱 羡慕妒忌恨 紫叶 你还缺男朋友不 我身体强壮 啥都能干 林紫叶在众人的目光中 转了个身 将衣服都向大家展现了一遍 然后才缓缓坐下 纠正道 我这一套近八万呢 这一句又引起了同事们的呼声 且不论人长得好看不好看 就这套装 就是行走的小十万 不管在哪儿 也属于小偷重点关注的对象 朱丽艳见我没有反应 便亲自下场 K我 苏冷 你身上穿的是什么牌子呀 怎么也看不出来 她还特意地站在我身前 仔细地端向着 就衣领和袖口有个花纹 其他也看不出来什么 我抬了下头 给她补充 这是祥云纹 不是花纹 朱丽艳被吓了一跳 立即开始埋怨 你怎么说话也不打个招呼啊 吓死我了 我回了一句 打招呼 不也是说话吗 你这人真没素质 穿的衣服连个牌子都看不到 吐了巴基的 应该是地摊货吧 她这种行为 其他组的同事 有看不过的 龙芳华转了下椅子 看向朱丽艳 丽艳 我爸妈是做裁缝之衣的 受他们影响 我对衣服质量什么的 还有一点点研究 我觉得苏冷的衣品很好呀 衣服质量看起来就不错 该不会是私人高定的吧 我有善地向这位同事点了点头 嗯 祥云大师亲手做的 祥云大师 一年也只做十几套衣服 属于有钱都看不到的人物 早些年 他落魄的时候 我接济过他 他一直也把我当作自己的晚辈 常常说没有我姥姥 就没有今天的他 对我好得很 一年能给我做十套衣服 当然 这都是题外话 听到我说祥云大师 朱丽燕和林子叶 甚至其他同事都是一脸猛逼 尤其是前两者 更是不屑地冷哼了一声 只有楼芳华 仿佛是愣住了一般 朱丽燕更像是抓住了机会 对我疯狂输出 装神弄鬼 肯定是假的 还祥云大师 我看一套下来 连一千块都不用 苏冷 敢不敢打个赌 我抬了下头 打什么赌 如果你这一套衣服 价值超过一千以上 子叶的衣服 就跟你换过来 我看着他 吃笑了一声 组长 这算盘打的是真相 用我们两个人的物品和尊严 完成你的赌约 反正反 你都稳赚不亏 看着林子叶望向自己 朱丽燕赶紧解释 子叶 我这里不是没要能吸引苏冷的物品 所以就说用你的衣服换 林子叶虽然不开心 但还是点头答应了 对 我认可组长的赌约 只要你身上的衣服能超过一千 我愿意把这近十万的香奈儿套装跟你兑换 我摇了摇头 实话实说 我不做这窥大本的买卖 你们要是诚心想跟我打赌 就换个其他的 两人对视了一下 便一起商量去了 半天 两人还是没达成一致 便又过来找我 苏冷 你想赌什么 既然你们两个看我不顺眼 不如我们就赌个大的 我这衣服超过一千 你们两个人就都离职 反之 我离职 我端量着两人的表情 怎么样 朱丽燕立刻表示了反对 我们两个人离职 你一个人离职 这不公平 我就知道她会这么说 于是顺着她的话改口 那就你们两人也离职一个 谁都行 看我态度这么淡然 他们两人反而有些担忧 我给他们两个加了把火 你们两个考虑下 要么答应赌约 要么以后别来烦我 赶走我的信念 给他们莫大的动力 最后 在其他同事的见证下 我们完成了这个赌约 我直接给他们甩出了祥云大师的百度百科 以及作品介绍 当看到上面介绍祥云大师亲手制作的衣服 百万起步的时候 朱丽燕和林子叶都难以置信 咱们国内品牌的衣服 怎么可能比国际大牌价格还要贵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谁知道这百度百科准不准 网上造假的东西太多了 就算百科是真的 谁又知道你穿的是不是假货 我有点佩服他们 并向他们展示了我和祥云大师的合影 见证的同事都已经明白的差不多了 看向我的眼神也变了好多 他们怯怯思语 百万起的衣服呀 这真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苏冷 人家是真低调 从来不险山漏水 他这气质 一看就是豪门世家的大家闺秀 楼芳华更是求着我 有机会引荐祥云大师给他父母认识 但朱林二人死鸭子嘴硬 这肯定是屁的 你这PS技术不行 痕迹很明显 我是彻底的无语了 反正你们两个知道不承认 这就立于不败之地了 是吧 林子叶脸皮到底是薄一些 脸微红 没有说话 朱立焰老油条 此时还摆出一副大气的嘴脸 算了 都是同事 这个赌约就此作罢 我们不要求你离职好了 想我活了这么久 特么终究还是输给了魔法 两人上一计策没有成功 便又开始教唆小组的人孤立我 原本还喊着其他组的人一起孤立 不过没有成功 周五的时候 朱立焰在小组群里说 下班后我们一起团建吧 并分别安特了其他四个人 除了我 其他人纷纷响应 一起贡献着团建项目 先去吃个火锅 再去唱歌 同意 加一 先去吃个火锅 再去唱歌 朱立焰 超标了 我们人均120内 接着 这三人纷纷发了一个尴尬的表情 朱立焰 紫叶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林紫叶 我们去孟幻海附近吃饭 吃完后 我带大家去参观孟幻海 我让我爸朋友家阿姨给我们开下门 对于这个建议 他们还是表示满意的 朱立焰首先表达了肯定 不亏是紫叶 安排得真合理 其他三人也立即口吐芬芳 听说孟幻海晚上特别漂亮 对 一定要多拍几张 紫叶 棒棒大 吃什么是其次 关键是可以跟着紫叶一起去参观孟幻海 也可以发朋友圈秀一下 五人很默契的选择 无视群里的我 快下班的时候 朱立焰临时给我加了一份工作 跟前几次相比 她学聪明了许多 给了我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 然后 一群人簇拥着林紫叶 下班团建去了 有时候 职场冷暴力 就是这么幼稚且无聊 但有效 如果 我真的只是一个出入职场的菜鸟 此时此刻 可能就想着自己主动离职了 朱立焰和林紫叶也就达成所愿 遗憾的是 我可是一个有着一千多年职场经验的老妖怪 他们走后 楼方华主动帮我把我工作搞定 接着 我带他一起跟祥云大师会面 相互介绍后 一起简单地吃了个饭 席间楼方华激动得都快哭了 苏冷 你才是真正的大粗腿呀 祥云大师 可是他父母的偶像 我把祥云大师引荐给他 而且祥云大师也同意后面可以跟他父母见一见 如果有可以合作的项目 他不会拒绝 我们三人吃完饭后 已经九点多了 我打车回家 到了孟幻海的时候 竟然遇到了朱丽燕和林子叶他们 真是晦气呀 朱丽燕眼尖 看打我后首先发难 苏冷 你怎么跟来了 我微微一笑 没有人给你们开门吗 林子叶的脸上闪过一丝尴尬 我爸朋友的阿姨可能没看到手机信息 其他几人虽然早就不耐烦了 但此刻也只能帮忙附和着 人家阿姨应该是年龄大了 也可能是在忙 没看到手机信息很正常 我们要有包容心 我点了点头 对 要有包容心 朱丽燕又问我 苏冷 我们可没有喊你一起过来 待会儿可不要跟我们一起进去 好 我又点了点头 我不跟你们一起进去 又走向小区正门 这时候 林子叶提醒了一句 苏冷 梦幻海小区没有业主的电话或者门禁 你是进不去的 我转身看了他一眼 林子叶 你这个人其实本质不坏 就是有点傻 林子叶脸色顿时羞红 苏冷 你说谁傻 我没有回答他 继续走向正门 小区的帅气保安看到我后 立刻站好 敬礼 苏小姐 您好 接着 给我打开了门 我回了下头 对林子叶说 你要不要一起进来 最后 朱丽燕带着其他三人跟我一起进了孟幻海 林子叶则是一个人离开了 苏冷在孟幻海小区有一套大平层 这个消息一夜之间传遍了整个公司 据朱丽燕和楼方华说 公司里可能也就老总在这个小区有房产 这其实并不能说明什么 但现实是原本围观我 吐槽我甚至孤立我的同事都纷纷过来道歉 尤其是朱丽燕 她一边跟我道歉 一边偷偷地说着其他人的坏话 她的道歉用词华丽 语气诚恳 态度认真 让我都不好意思跟她一般见识 我笑着看向她 朱丽燕完美生动地阐述了贤贫爱富 欺软怕硬捧高踩低这三个成语 人情冷暖不过如此 就这样 在我入职即将一个月的时候 我一直主导的新项目企划案完成了 并且提交给了朱丽燕 这是正常的 也是必须走的流程 在公司项目大会上 高玉达重点表示了 对这个项目企划案的喜欢和支持 这个企划案的思路真是别具一格 我看完之后的第一想法就是 我以前怎么没往这方面想过 更关键的是 这个项目实操起来难度不大 很容易落地 就是在投入方面都考虑到了 成本比我们目前推行的其他项目还要少 这个项目从PPT到落实建成 缺的只是时间而已 这是创新和实操高度相结合的C项目 光这个企划案就至少值一个亿 没有在这个行业领域深耕十年以上 不可能会做出如此优秀的企划案 高玉达毫不吝啬夸赞之词 边说边手舞足蹈 兴奋地像一个孩子 小朱 我之前真是小看你了 我们公司真是藏龙卧虎啊 朱立燕先是心虚地看了我一眼 接着便又理所应当地坐直了身体 高总 您过奖了 都是您领导有方 高玉达摆了白手 别给我来这一套 你这个方案我可没有帮半点忙 我自然不会抢你的功劳 你把心放肚子里就行 高玉达的这套说辞 让朱立燕神色有些尴尬 林子叶也看了我一眼 表情有些疑惑 仿佛在向我咨询 我向他点了点头 示意就是他想的那样 但我没有立刻揭发朱立燕 而是静静地看戏 高玉达继续开心地询问着 小朱啊 你做这个企划案用了多长时间 时间应该不短吧 朱立燕愣了一下 思考了一阵子后 缓缓地说 一年多 这个企划案能得到高玉达这么高的评价 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因此没有做太多准备 高玉达有些惊讶 你怎么还问起我来了 这个又不是我做的 朱立燕马上给予了肯定回答 这个项目的企划案 我用了一年零两个月 十四个月 高玉达毫无掩饰地继续给予肯定 仅仅用十四个月就做出来这个企划案 可以说是天才了 你做个组长可惜了 回头 我给人士打个招呼 让你做我的副总 此话一出 我看到朱立燕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谢谢高总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高玉达满意地点了点头 你这个企划案配得上这个位置 大会过后 很多人开始恭喜八戒朱立燕 而她也很快地进入状态 以副总身份自居 那嚣张的气焰 把林子叶都不放在眼里 这几天对我 更是赤裸裸地打压 力度又很又猛 我给她发了信息 你这么急着给我穿小鞋 是怕我将你抢夺我企划案的事情爆出来 朱立燕 你别睁眼说瞎话 我什么时候抢夺你企划案的 我 就上次公司项目大会 高总很喜欢的那个企划案就是我做的 朱立燕 这个企划案明明是我用了十四个月辛苦做出来的 我 你这样说 不会心虚吗 朱立燕 我行的正 做的直 为什么会心虚 过了一会儿 朱立燕喊我出去聊会儿 我应声站了起来 跟着她到了公司楼下 眼看四下没人 朱立燕立即原形毕露 苏冷 你最好十项点 我笑着看向她 朱立燕 你抢了我的企划案 还要我十项点 这不太好吧 我抢了你的东西又怎样 你有什么证据 再说了 这个企划案 没有在我们这个行业领域深耕个大几年 岂能做得出来 你年纪轻轻 能有什么行业经验 就算你说出去 别人就能相信 真是痴人说梦 我冷笑一声 怪不得你这么气焰嚣张 原来是早就想好对策了呀 你说的这一切都没错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 朱立燕看向我 什么问题 我是一个超级天才 或者 我是一个在这个行业领域深耕多年的天才 朱立燕用一种看傻子的眼神 你怕不是在开玩笑吧 你怎么不说这个行业都是你引领的 我点了点头 用半玩笑半认真的口吻回答她 没错 你说的很对 朱立燕不耐烦地摆摆手 行了 我没时间跟你开玩笑 还是那句话 你最好识相点 我该怎么识相 配合你 乖乖辞职吗 她的话语中充满了威胁的语气 从这里离职后 也别到处嚷嚷我抢夺你的企划案 要不然我让你好看 说完 她就快速离开 我回到公位的时候 朱立燕还没有回来 大家对我指指点点 我莫名其妙 楼方华和林子叶先后给我发了信息 你把朱立燕打了一顿 是不是她不肯归还你的企划案 你就打组长了 我一头雾水 接连向他们发出了两个问号 楼方华走到我身边 小声地告诉我 朱立燕回来的时候 脸颊肿得老高 鼻血都出来了 她说是被你狠狠地扇了几个巴掌 我暗暗炸舌 这个女人对自己是真的很 就在我还为朱立燕点赞的时候 我的公司账号突然被锁了 这种小的技术手段真难不倒我 但我想了下还是放弃了 安静地看戏多好 过了不久 有HR过来喊我 说高总请我过去谈事情 我在高玉达的办公室里 见到了朱立燕 此刻的她 正如楼方华所说的那样 左侧的脸颊肿得老高 鼻孔上还堵着棉塞 我向她竖了个大拇指 高玉达看向我 问道 苏冷 你为何动手打朱立燕 别说她是你的领导 就是普通同事 你也不能打人呀 我有些不悦 高总 我没有打人 高玉达有些不信 你没有打人 难道是小猪自己打的自己 也许就是她打的自己呢 我为自己辩解 高总 我没有打人动机呀 朱立燕愤愤不平 你怎么没有打人动机 你痛恨我 抢了你的企划案 所以才 说到这里 她急忙中止 高玉达转头看向她 小猪 你刚刚说 你抢了苏冷的企划案 朱立燕冷汗直流 没有没有 高总 我刚才是一时着急 嘴说飘了 我接着她的话 高总 刚刚朱立燕组长没有说错 确实是她抢了我的企划案 而且还威胁我十项点 早早离职滚蛋 朱立燕双眼通红 你说我抢了你的企划案 你有证据吗 当然有 我的电脑里有我这一个月 为了这个企划案所准备的资料 朱立燕还要继续说 却被高玉达打断 苏冷 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企划案 是你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写完的 我点了点头 高玉达脸色不太好看 你这是开什么玩笑 这个企划案 没有在我们行业深耕个五年以上 根本写不出来 高玉达的反应 果然在朱立燕的预料之中 这时 她收到了一条信息 朱立燕快速浏览完后 便删了短信 朱立燕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挑衅 你得拿出证据 这个企划案似的 否则我会走法律程序起诉你的 无论是高玉达的反应 还是朱立燕的表现 甚至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情况 这一切也都在我的预料之中 其实最好的证据 就是我刚才所说 我的电脑里有相关资料 但我相信 那份资料 已经从我的电脑 粘贴到了你的电脑 而且 我的电脑里 现在已经空空如也 高玉达差人 将我们两人的电脑 带到了办公室 朱立燕在自己的电脑上 展示了企划案的相关准备资料 而我的电脑 已经空空如也 朱立燕一副胜券在握的表情 看向我的目光 仿佛是在说 跟我斗 你还是太年轻了 朱玉达稍微思考了下 又看向我 仿佛是等我解释 我没有说话 拿过朱立燕的电脑 点了几下鼠标 就在里面找到了一个隐藏文件夹 文件夹的名称是 朱立燕不要脸 抢苏冷企划案 打开文件夹 里面还有一张我的自拍照 更关键的是 文件夹的创建日期 正是上次部门大会的那一天 文件夹里面还有一个视频 点开视频 正是帮朱立燕转移我企划案 资料的帮凶 视频日期也是在半个小时内 正是我在高玉达办公室的期间 这是我设置的小程序 只要不是我本人打开电脑 都会触动摄像头打开录像功能 朱立燕脸色瞬间苍白 她看向我 眼神中带着恨意 苏冷 你故意设计坑害我 你好狠毒的心 明明是你先抢了我的企划案 又倒打一耙 现在反而怨恨我 随你吧 在我眼里 本来就一文不值 我不屑地回她 说实话 她真不值得我放在心上 事情到了这里 其实已经能说明一切了 但高玉达还是很难接受 苏冷 虽然我对你的评价很高 但我还是不认为 你一个新人 就能做出这份企划案 我瞥了一眼 在一边还在疯狂暴怒 对我不断诅咒的朱立燕 走了过去 反手一个巴掌 朱立燕应声倒地 晕了过去 在高玉达惊诧的眼神中 我走向他的办公桌 抽出一张湿纸巾 擦了擦手 高总 你还是小看了我许多呀 你看这个企划案里 是不是缺少一点东西 高玉达回过神 仔细研究起那份企划案 半个小时后 他抬起头来 这份企划案 还缺一份数据模型系统支撑 否则落地风险很大 我灼在他对面的沙发 点了点头 高总不亏是这个行业领域的专家 这么快就发现了问题根本 高玉达无视了我的夸奖 双眼紧紧地盯着我 你有这个数据模型系统 我没有回答他 指了指昏过去的朱立燕 高总 我觉得你应该先把朱立燕请出去 给予合理处理 我才能跟你继续谈下去 高玉达立刻喊来保卫科 将朱立燕抬了出去 朱立燕情绪激动 导致晕倒 你们把他看好了 又跟HR沟通 先将朱立燕开除 然后让法务部以窃取他人专利的罪名 向法院起诉他 最后他还补充了下 将朱立燕的帮凶一并开除 做完这一切后 他才急迫地看向我 高总 我有个公司 恰好有这套系统 我安排人给你对接 我一边说 一边递过去一个名片 高玉达接过名片 一脸震惊 接着他收到了一个电话 我知道 打电话的正是我旗下 一家公司的CEO 接完电话后 高玉达急忙站起来 向我致歉 原来星耀是您的公司 是我高玉达有眼不识泰山 您确实有能力做出这份企划案 我低调的凡尔赛 高总 您过奖了 我也只是踩着巨人的肩膀 才能将星耀做大做强 不知高总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星耀 我离开的时候 是公司董事长乔总和高玉达 一起将我送出去的 他们两个态度恭敬谦卑 一脸讨好 公司里的同事都一脸不解和好奇 但更多的是羡慕 在最后 公司老总一边用防贼的眼神看着我 一边讨好的说 苏总 高总是我多年一起打拼的兄弟 也是我们公司的业务骨干和支柱 求求您高抬贵手 别再打他主意了 我笑了下 给他吃了一个定心丸 乔总 您放心 至少在这个项目给我们带来百亿利润之前 我是不会再打他主意的 这段时间里 高总在您那儿跟在我哪儿 没什么区别 再说了 钱是赚不完 也是花不完的 您不必斤斤计较不适 我这一套组合拳 将乔总说得连连点头 有苏总这一句话 我就可以安心退休了 从公司离开后 我突然记起 我今天的房租还没有收 我无奈地走向是最繁华的商业街 开启了今天的收租之旅 有时候 生活就是这么枯燥且心酸